欢迎来到晨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当可爱的迪丽热巴换上猫系装容 优雅神秘又魅惑 真是太适合她了 2月21日 迪丽热巴的工作室上传了一组热巴的猫女系类视频 视频中的热巴挂着暗黑系装容 加粗的眼线和红唇让她看起来多了一些魅惑 再加上热巴的动作神态 都将猫女独有的慵懒和高贵气质给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让人之需看上一眼就有沦陷的危险 其实按照迪丽热巴的长相来说 她的五官较为立体 眼睛有神又明亮 加上身高再现 驾驭起任何造型来都应该是得心应手的类型 但通常情况下 出现在大家镜头前的迪丽热巴都可可爱爱的风格 就算是化着郁姐妆 气质全开的走来 只要她一笑就会再次变回那个小可爱 所以大家也曾亲切地称她为胖迪 而在虎年到来的时候 迪丽热巴也用自己的方式给大家送上了祝福 比如头戴小老虎发夹 或者在元宵节时将自己打扮得像一只可爱的小熊 总之不管哪一个都是可可爱爱的模样 十分的赏心悦目 也许这时谁也没有想到 她会在不久后 以猫女的形象出现 再一次惊艳大家 长长的头发被她打成了蝴蝶结的形状 披于两侧 不仔细看向极了双马尾 可当镜头拉近时 你会发现迪丽热巴的这个发型很有特色 不仅走得了休闲风 还可以在时尚圈里走上一遭 这不免让阿瓜想起了一句话 那就是高颜值的人真的可以很任性 不管是双马尾 还是蝴蝶结都能让他们演绎出时尚感 最为难得的是在这段视频的结尾处 迪丽热巴竟然顶着同款妆容 仅凭一个动作就将猫系女友丢到了脑后 直接从暗黑少女 回到了甜美可人的胖敌人设 看到这里 阿瓜不自觉地竖起来大拇指 发出一声感叹 原来一个人的美并不是全靠化妆的来的 真正的美 是不管在何时 他们都可以保持住自己的美 就比如迪丽热巴的暗黑系猫系装 在她的动作与神态下 显得总慵懒华贵 很是魅惑 可简单的双手脱腮和浅浅一笑 又能让这份美产生变化 这还真是应了那句美人在鼓不在皮啊 明明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妆容 却能让她演出截然不同的感觉 不得不说 迪丽热巴的演技比她刚出道时好了太多了 那么大家喜欢这样的迪丽热巴吗 迪丽热巴冷处理恋情 王俊凯遭公司压榨 承销业务能力下降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恋情问题 让她的粉丝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热巴的路人口碑也降低到了极点 不过即使如此 迪丽热巴也没有出来澄清 她现在就是顺其自然 等待着作品上映 用作品挽回一切 可迪丽热巴 兰里外界传闻 家行不能任由这个摇钱术自暴自弃 所以公司和团队只能默默给她发一些美貌通稿 防止她的商业价值持续下跌 承销 承销现在不属于纯爱豆了 她的主要精力目前放在转型演员上面 正如于丫头说过的 想要在渔圈兼顾两种身份很难 所以承销原先作为爱豆的唱跳业务能力下滑 也是在众人意料之中的 毕竟一碗水难端平嘛 不过承销的前队友可不这么想 在泡菜国出道时 承销风头盖过她 现在终于有翻身的机会 前队友让团队发了不少通稿挖苦承销 王俊凯 王俊凯蛮有事业心的 同期小伙伴发展大事 他自然也是羡慕的 平时工作起来拼得很 他为了心系骤减体重 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一他也说过的 他有段时间精神状态很差 人显得憔悴不堪 他这个月也没怎么闲着 手上还要顺背学校的毕业大戏 时常处在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人类还不能吃得饱 时间久了自然是不行的 百遍大咖秀2021录制嘉宾 沈灵 垂纳丽莎 瞿颖 大张伟 白凯南 沈孟晨 王志 孟佳 李斯丹妮 杨迪 刘违 魏大勋 李维嘉 戴军 贾玲 王祖兰 黄明浩 王力宏等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